在上一堂课最后跟各位前嫌有分享到 就是上中下三个根器的人 他都有入手修行不同的一个方法 方法不同但是殊途同归 这样的一个解法跟我们在大学里面讲的是一样 圣人圣信念于隐为 贤人屈生物于昭著 一个从根源去下手 一个是亡羊补牢 可是当他达到那个目的地的时候 结果是一样是相同的 那所谓的上根器中根器顿根器 他就是无非过去生在修行的起步里面 起步的比较慢的 或者我们用功下的功夫不够 就形成这一生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没有别人的速度成就那么大 但是没关系啊 情能补着 人一知我十知 人十知我百知 最后还是一样会达到目的地的 那下根的人勤重福田 那前前门也切莫去误会 我只要多行三事就好 所有你外王的功夫 一定要拉回来 去成就我们的心性的 和学一直在说 包括我们法布师的人 我们站在台上 我们要问的是 你们需要的是什么 班旗的对象是谁 要用什么样的东西去做包装 而不是我要用我的方法给你们 就如同你们在煮饭的时候 你也要问自己 这个班旗的对象是谁 你才能够决定 你烹饪的一个内涵嘛 也无非都是投这个班旗 参与者之所好 来能够达到一个 皆大欢喜的一个目的 那这样子 我们在行福的时候 有没有会在里面 你在行福的时候 有没有在去自己的主观意识 也有啊 所以过去我们才讲 哎呀我们只要 这个修福就好了 而我们多行外王的功夫 我们也可以成道 书上从来没讲过这一句话 所以我说福能生会 我打个问号 如果福能生会 何来大象挂音落之说 这个故事我们都听了千百遍了 两个和尚修行同为兄弟 一个乐好 什么 就是在外面跟人家多搞贵啊 他也是在成全别人啊 也不是在外面肥短流长 结果不情家王里面 去净化自己的心性 积了一堆外王的功夫 来生投胎在什么 异地里面做一个大象 大象里面 他也很受人的尊重 尤其是做国王的坐骑大象 国王一天才坐几次啊 那个隐隐无大事 让人家在在红台 那一出门的时候 挂音落啊 披荆带银啊 这是修行得来的果报 所以福能生会吗 如果你只靠着外面 捐情布施 讲课给人家听 自我的心性 没有任何的进化 请问你得到的结果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能够就此断定 哎呀大象光一落 所以福就不能生会 我们不要去修福吗 所以能不能生会 就在于这一件事情 你对应的态度正不正确 我们在修福与人 广结善缘的过程里面 透过力士练心 我们回光返照 我面无名我改习性 请问你 他有没有会的成分在里面 他也有啊 所以我们切莫在一部经 看到一样东西 我们就断章取义 认为这句话 就是千古不变的名言 读佛经最困难的地方就是 活在这部经这样说 在另外一部经就把它破掉了 你看我们在读佛经 我们说众生本据如来佛性 对不对 有没有人反对 没有 可是在这个忧婆赛界经里面 释迦摩尼佛说 谁说众生本据如来佛性的 那这句话不就是否定吗 那说有也是他说 说没有也是他说 他是因为每一部经里面 他对应的众生不一样 在忧婆赛界经里面 他特别强调行的一个功夫 如果你认为本据如来佛性 你就不修了 那六道轮回披毛带脚 照样有份 所以经书最怕我们抓了一句话 我们不放手 你不了解佛讲经说法 他的千变万化 不离其宗 终究是告诉你 真心离一切像 你着像着空都是像 他要把你扫得干干净净 那我们说我们只要修慧 我们常常听道理 往里面灭无名啊 提升心性 我们就能够成就吗 因为你要成佛就一定要什么 不会双修嘛 你光内修改息性化秉性 你就表示跟别人广结善缘吗 那罗汉偷空波 你又从何去解 那个专门研究经典 着眼在自己心性进化的那个修行人 他再来人间 去外面化缘的时候 是阿罗汉的资格 没有人要供养他 那会修了那么多 怎么一点福报都没有 连三餐都不济啊 那我修慧也不好 所以你听福不能生慧 修福没用 慧不能生福 修慧也没用 那最后就不用修了 慧不能生福吗 佛讲的 八地菩萨彻底法源 八地的菩萨 他就真正了解 一切法重新享生 都是这个真心所变现出来的 所以无动无坏 什么意思 真心是再成什么 不染成的 入水不腻入火不焚 那个叫做无动无坏 到了八地菩萨就已经了解 宇宙一切万有的起源 都是这个真如心性 他开始妄心完全扫掉 所以八地叫不动地 有了这么一个基础以后 才有九地菩萨 他智慧动开 九地菩萨就能够随缘起大用 所以九地叫善会地 那九地的善会地 就是他把这个智慧能够大放光明了 他没有八地的一个觉悟 他有九地的一个启用吗 没有 所以华言经里面就说 他说九地的菩萨 能够做大法师 具四无碍变 这个四无碍变不是只有讲经说法 是人世间四出世间法 一切的疑难杂症到了他那个地方 迎刃而解 牵触祈求牵触谢闹 他九地菩萨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请问你那这样的一个会的作用 有没有与众生广结善缘 它是更大的福 所以说会不能生福吗 能生福 但是我们的会到底开启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的会如果只有独善其身 那你顶多是自己不落恶道 你与他人有何的利益没有 我的会能够带动我起而行 那那个会就如虎天意啊 他发挥的作用就不可限量 所以福能生会 会也能生福 可是我做外王功夫 不力是练心 福跟会 他就化不上等号 我修会 我没有大悲心 会就不能生福 所以法是不变的 但是我们运用 有没有抓到那个诀窍 修研究道理 最有意思就是这样子 觉得好像已经冲突到了 可是最后柳暗花明又一春啊 所以透过三部离 开启我们的妙智慧 这个人世间最大的罪恶 叫做无知啊 理智是最可贵的 无知会让我们做了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的事情而不自觉 而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 透过三部离 由圣人的经教的引导 我们懂得一些义理 因叫了义嘛 对不对 了义名礼嘛 往里面关照 开启的智慧 然后再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知行而为一了 这个就是福 前面获取的智慧叫做慧 后面行诸以外叫做福 然后这个所得的成果 再返心回去 到我们的真如里面 储存在阿赖爷氏 他在什么 阿赖爷氏里面再去灭你灭的那些的无名 这叫真如虚无名 你三大阿森旗节的修行 就是这么几步功夫就解决了 但是要做的圆满 就是三大阿森旗节的时间了 所以你眼前所踏出的每一步 都攸关自己未来成功的豁然率有多大 所以学习的态度就是 不得少为主 它需要很尖大的一个恒星跟毅力 才能够支撑我们活到老 学到老 那我们研究摩赫波罗 波罗蜜多心经 读这一部心经 它是六百卷波罗经的精华 换句话说 我们在读波罗经 它在告诉我们 空如来杖是我们的本体 不空如来杖 是谈我们所具的万善美德的得用 你把这些都行诸于外了 都做到圆满了 你就正一个圆满报身佛 那就是你的相 所以我们把心经弄清楚了 我们在读任何一部波罗经的时候 你就觉得驾经就熟 当然你不是只有道理明白 我们还要依经起修 在波罗经里面 最大的一个用功的方法 就是内观 也就是常说的对号入座 才能够达到正入佛果 那接着我们要先谈 心经到底是谁说的 坊间有两种说法 第一个心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是由释迦牟尼佛 直接向门下的弟子 摄利佛 他在提问的时候 然后释迦牟尼佛回答他 这是第一派的说法 第二派的说法是说 当时摄利佛 他心里面有一些修行的疑问 本来想要跟释迦牟尼佛请教的 可是释迦牟尼佛当时跟诸大菩萨 一起在入定 然后观音菩萨也在旁边 所以摄利佛就不去干扰释迦牟尼佛 就直接请问观音菩萨这些修行的问题 他问观音菩萨就是 我要正入到这个圣身的大法的时候 要成佛 我应该要如何来修行 才能够得到预期的效果 心经就是回答这个问题 这不是你我的一个期待 那到底是谁说的 重要吗 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论言经有读到 几乎跟心经 很雷同的一些的经文的意思 那人言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佛门的大修行者 应顺导师也说 心经应该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因为在六百部的《波罗经》里面 有太多的经典呈现出来 跟心经一模一样的内容 那我觉得我们是研究 经教的一个精神的内涵 我们不是来看讨 是观音还是释迦牟尼佛说 它跟我们都没有关系 因为即便是观音古佛说的 到释迦牟尼佛 最后他也认同观音古佛说的 那不就等同于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吗 是重点在于 到底在这一部经里面 我们学到了什么 你管哪一尊佛说的 你管哪一个圣人说的 经佛如古佛再来佛佛道同 他讲的都是一样的 你要成佛 你最终就是要正入到一个境界 那就是能所两空的空会 那个叫做无分别制 无分别制 就是我们大圣起信论所讲的志向 无名不绝 生三系 境界为原长六出的第一个出向 叫做志向 他以为心外有法 所以会分别 释出世间的善恶之法 把一个本来真无没有分别的心 就产生了有分别的一个向出来 所以你在修道的过程 要把这个能跟所给去掉 那这个志向 几地菩萨破 二地菩萨开始起修 七地菩萨把这个志向给破掉 所以各位前线 道理我们先明白 但是你左手先破眼前的无名 我们才会比较容易有一种收获感 而且才会靠近自己的内心 这也就是里面没有一个 我外面的一切境界向 都是虚幻的 那这些从哪里来 一个新的变现出来而已 八地的菩萨 就把这个所谓的 这个见像啊 现像啊 转世啊都破掉了 就正一个无分别字 到九地了 才能够什么 称性起大用 等觉破最后一瓶生相无名 那破不破 不影响它的 所谓的那个功能在 它的室外变是没有影响的 那我们来看 波罗密多新经 到底我们透过这一部经的名字 我们可以约略了解 这部经里面在谈什么东西吗 读经就像看人 相由新生 你看一个人的外在的长相 他的气质谈吐 你约略就知道 他内在的修养 是定在什么样的位置的 所以刚刚 引那个所谓的苏格拉迪讲的嘛 告诉我你的朋友 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就是什么样的人 那如何能够知道 他朋友什么样的人 就透过他的外在的一个像 你看我们在读了凡视讯里面 不都是看一个人视听言动 就看出这个人 有没有得公民的机会吗 当我们骄傲 当我们狂妄的时候 公民富贵就离我们而去 所以长讲自求托福 是你要往里面求自己 求自己的真心做主 所以读一部经 看他的经题 就知道他的内涵在谈什么 波罗叫做妙智慧 然后波罗命叫做道彼岸 这个道彼岸不是了分干生死 断六道轮合而已 是真正的达本还原 成佛了 然后这个心经呢 心就是 经就是一条路 在这一部经里面谈到 如何去通往自己的真心 所以波罗命其实道彼岸 也叫做一个圆满的一个意思 可是他把般若摆在最前面 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铁的事实 不变的定律 我们想要出六道轮回 我们想要找回自己圆明的本心 你一路的修行 离开波罗妙智慧 终将是一事无成 所以不听道理 是不可能看到自己 所以波罗我们把他白话来讲 他就是一个智慧的展现 刚刚讲无知就是罪恶嘛 那我们来看我们到底有没有智慧 我们有没有落到无知的这个区块 在古德讲 无知是一个人知道什么叫善 什么叫恶 他就会鞭策自己往正确的方向去走 那如果不做到这一点呢 那就叫做无知 那这一句话下来 在座大概99.999%都中标了 是不是 我们不是还常常 有那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说错话做错事动错念的一件 莫可奈何的情绪吗 各位浅显 在古德的眼里 这个就是无知 你明明知道是好的 你为什么不坚持 你明明知道是错的 你为什么不当机立断 大刀阔斧的把它改变 我们明明知道修道好 你为什么身旁的杂物放不下 那不都是无知吗 那无知是罪恶 那相对于 离开无知叫做智慧 那智慧一个最简单的讲法 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知道自己是无知的 很有意思吧 什么意思 就是我内观的时候 我知道我懂得不多 我做得不多 我们一路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无知 在心性的修养 在道学的一个理论基础上 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在刚起步 我前面一个月在整理这些点击的时候 在看古德的翻译 大胜起信了 我就很敢看 我都觉得自己的道学基础有一个雏形了 可是在看了这些古德的翻译之后 我是真正的觉悟到自己是无知的 觉悟到自己懂得真的是 为乎其为啊 这个不是客套 哎呀你就知道智慧意味着自己无知 你故意说自己无知来衬托你是有智慧的人 我还没有那么卑鄙啊 这句话是今天早上打上去的 那个觉悟是前两天才想到的 古德的人没有这么多的翻译的版本 在做辅佐工具 他是真正正入之后的心得的一个表现 我们是把古德的东西 做了一个所谓的整理铺陈 我们在整理的过程 还要不断的去什么 去思维 古德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我都觉得自己的国学基础不错 这一次完全被打败 我觉得我的国学基础太差了 很多的文原文 很多的潜词用具 我如果不去查字典 我居然不了解它真正的含义在哪里 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无知 他就会谦卑 他就符合我们讲的千寿意满招所 所以你不要看文字的叙述 你真的觉得自己无知 你就会弃而不舍的努力往前走 所以无独有偶的西方的哲学家 苏格拉底也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平生只知道一件事情 我为什么是那么无知 他看到了他自己的无知 他没有讲别人 这不就是会能大师告诉我们的 若真修道人不见他人过吗 我们看不见自己眼里面的梁 我们看得到别人眼中的一根刺 一根大梁多么臭壮 一根刺多么微小 自己的眼里梗着一个梁了 我们看不见 就是不见几过 别人些微的鸡毛的算平事情 我们就抓着紧抓着不放 那你最后残略的不就是自己吗 你害不了别人 所以我们在讲道之宗旨 化人心为良善 既世界一道 要达到这个目的 它是有可能 因为我们把所有力量汇集在一起 团结就有力量大 但是这么多的力量汇集在一起 必须所有成为这股强大力量的人 他的先决条件是 他懂得先进化他自己 因为你要进化别人 你必须先进化自己 一条路你没有走过 你怎么去告诉别人 行进这条路的心得 这就是各教圣人 不约而同告诉我们 我们要几利而后才能利用 内圣的功夫 一定先于外王的功夫 先修自己 我们才有能力去改变别人 所以智慧 并不是只有听经文法而有 那是一个起步的工具 你真正要能够把书里面的文字的东西 变成了自己修行的力量 它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要执行合一的 我们懂很多的道理 为什么在行的过程里面 有那么多的艰难的挑战 那是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情欲 挡在我们的前面 所以各教圣人也都告诉我们 修道一定要先挂欲 你求世间的东西 是越多越好 但是求出世法 老子说 围到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你身旁现象界的东西 跟心性无关的东西 要学会尽量放 放得越多的人 越靠近无为 无为代表真心的意思 这那个围到日损 是损自己的贪嗔痴 我没有三毒心 我还会去贪求身外的 这些点点滴滴的东西吗 不会了 讯息的力量真的很大 这个月不断的在看这书 有没有 几乎没有间断过 当然中间有看看电视 消遣时间啊 可是不敢停留太久 荒废时间 要赶快接续自己的那种 思维的领悟 所以在这些的经意上面 偷了很多的心思 他带来的最大的好处 就这一段时间脑袋里面 跟道义无关的东西 他几乎没有办法存留 很多人听完了 应对完了就丢了 是真的追思不起来 没有刻意的造作 那个染污的东西 就好像不会什么 不会黏着在自己的 这个脑海里面 所以我是真正体会出 熏息的重要 但是熏息 因为你接触的东西 它是一个平淡无味的 那个滋味要靠自己去什么 去把它发掘出来的 所以有的时候 同样的一个动作做久了 会觉得不耐烦 我也讲良心话 我也有不耐烦的时候 当我不耐烦的时候 书一盒电脑一关 不看了 去外面走一走吧 哎呀太阳这么大 那就开个电视吧 可是看20分钟有没有 又觉得那个电视进不来 好像不能够跟着 电视剧的剧情 情绪有高低的起伏 就是没有滋味了 没有滋味想想再回去看书吧 我在自己的学习过程里面 我就发现六度的精进度不容易 可是也在这个学习过程 我体会出来 人只要不间断的给自己 有正确的观念熏息 他要理念 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困难 因为你的自信真如 如果他发挥力量的越强 他本来就不会黏着嘛 所以我就越发明白 王凤怡先生 他在开连续的一个月的班期 开高级班中级班 连续20天 所有的班员不准离开 这个学校 平常不准讲闲话 课堂上听 课后自己开始回光返照 20天的一个班期开下来 出了一堆贱信的人 为什么 因为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外面所有负面的讯息进不来 所有进来的都是干净的东西 他就把里面的脏东西给驱离掉了 但是这个所谓的贱信 不是真正的明星贱信 明星贱信之后 是你出班以后 依着这个情况延续下去 就能够得到大觉悟 所以我们在末法时期 昆道应育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因为像我这种 身无伏击之力的人 讲这句话有一点恶心 好像很娇恶 我的意思是我一无常处 我没有身材的能力 我仰仗我的那个长期饭票 我的毕恭毕敬是其来有志的 只有我们家庭主妇 把家里的事情做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在那边含涌在圣人的经教里面 高兴的时候就发一封简讯 给我的长期饭票 感恩啊 因为您的一个辛苦 不能假披心待愿 因为大白天的 所以我现在可以在窗前 接受阳光普照 真的阳光普照 因为面向东方太阳好大 所以我晒的漆黑 大家问说哎呀你去哪里玩 我没有去哪里玩 我是看书照出来的 他们说你不会拉窗帘啊 我想对啊 我怎么没有这个举动 人家提醒我我现在拉窗帘 可是太阳没那么强了 已经熏黑了 黑肉鸡了 所以昆道应运有这个好处啊 所以我们所有在座的昆道 你要谢谢你的先生啊 当然如果你本身也是一个 生产者的时候 我就要恭喜你 因为你在世间上 你是一个有用的人 在出现上 出世间的这个领域上面 你又能够大展长才 那你这个智慧是 福报是无以什么 无以比你的 那就比我们好太多了 所以人这一生啊 你能够得到片刻的悠闲 与圣人一起 这个所谓的行在这个 有赏在这些经教里面 它是人生最大的福报 所以寡欲就是告诉我们 你对物质的期盼 不要那么大 食可以果腹 衣可以遮寒避暖就可以了 那如果没有四轮的就两轮的 没有两轮的你还给我两支胖嘛 是不是 只有我们对物质的期盼越来越少 我们才能够接近最高的幸福 意思是说你断得越干净 你靠近那个幸福的最高的标准就越近了 所以需要越少越接近上帝啦 所以修道各位前 就先从自己的欲望左手 所以刚刚后学一开课 有跟各位前前 分享一件事情 这凡间做人 难免会有错 人可以犯错 但是你不要重复的犯相同的错 他就不可饶恕了 所以我们过去生曾经错的 我们不记得 我们看自己这一生 我们犯过什么错 你把自己的每一个角色 你把它写下来 一个角色 一个身份 一个内容 一个义务 一个责任 你看看在这个角色里面 有哪一些不尽己意的地方 不尽己意就不如人意 不能够满足相对一方的需求 这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 另外一个功课 也就是慢慢去检讨 过去的我 到底身上有多少的污垢的染灼 趁我现在道理越明白 我用道理来洗涤 我过去的染污 就算当事者不战 就算当事者不计较 我们都要严以律情 这个功课很大 为什么 因为你推的时间要很久远 很往前推啊 所以空如来仗 是谈我们的真如自信 不空如来仗是谈真如自信里面 与生俱来的如恒河沙般的万善美德 所以真的自信做主的人 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个行为 绝对是利人的 因为自信无我 可是在现实生活里面 我们会考量自己 所以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 先考量自己的得失的时候 白话的说 那一刻你是人心在作祟的 所以衡量自己的好坏对错 没有那么艰难 真心是无我 随手的真心做的一切事情 是圆满别人的 如果只对应着自己的私心呢 你是满足自己的要求 所以我们气功老师 曾经告诉我们 可不可以求福 可以 但是不要往外求 往内求 往内要怎么求 里面无我有万善美德 我们以无我之心 与人去结善人 财不失得富贵 法不失得聪明 无畏失得健康 这个叫做往里面求 这个叫做自求多福 所以求福靠自己 你求慧也靠自己 因为智慧要显发 无名要淡化 灭一分无名 长一分智慧 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智慧 起大用 他的前提就是寡欲 就是寡情 所以一路学习 各位前行 真正的主人翁 是你自己 真正带往我们往 成功的路去走的 也是自己 诸佛如来 同修道办 那个都是我们旁边的一个祝园 祝园能不能够发挥最大的力量 让这棵果树开花结果 看我们自己 有没有那颗心 我们没有那颗心 所有的祝园 与我们而言 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注意 那依波罗的性质 我们进波罗 波罗密多心经 波罗才能够让我们 去出生死苦海 到涅槃彼岸 迈向自己的真心 波罗分四种特色 第一种叫做石像波罗 石像波罗不要修 就是你的真如自信 你的本体 胜不真 烦不减的嘛 那只是我们现在 有儿不能发挥其用 所以我们现在 努力在做什么事情 在为了找回 我们的真如理体 在努力啊 这就是人生 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我步步迈向我内在的真如 就是迈向我的真理世界 那是你人生幸福的 一个源泉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 言回言夫子 单时嫖眼 为什么不改其乐 他拥有的是人生的极乐 是乐 不会因为外在环境的 一些的困苦变化 那个乐就有任何的减缩 都没有 那第二个谈观照波罗 观照波罗是我们因地 要修行 透过我们后天的努力 我们一点一滴 把它什么 把它给发掘出来的 所以我们一则三不离 有正确的什么 一个观念 然后再用正思维 正念 这个就是博学 审问 圣思明辨的意思啊 所以听了以后 我们要去反复的去思维 就像东西吃了 他要不要经过消化 难道就直接嘴巴咬进去 就跑到血管里吗 他不要经过胃吗 不要经过肠子吗 没有用的才原封不动的出来 我那天一个 朋友跟后学讲一句话 他说啊 我朋友告诉我 他说啊 其实食物吃进去有没有 最后结果也会变成大便 我那这句话意思是什么 他那又何必那么麻烦 就直接吃大便吗 我说这是哪一门子的邪礼啊 他说没有啦 我们同事在一起就开玩笑 进去的是食物 出来的成为废弃物 那是因为有用的东西什么 被吸收了 你不能够看到结局 就认为那个就是你的因啊 那中间的过程有吸收啊 是不是 就要常常用道理来熏习自己 反观自己 一直讲用智 智是没有分别的 用道心 用道心给我们自己的标准的答案 就很严苛 何于道心的你去做 不何于道心的 即便是蠢蠢欲动 你都要想办法按耐住自己的人心 所以这个观照般若是后天修为而有的 这就是我们三宝心吧 第一宝 回光返照 这一宝也是告诉我们 如何去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认清楚我们自己 就知道过去我们是怎么活的 就知道我们的未来 会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路 你先认识现在的我是什么样的人 这就是观照般若要达到的目的 第三个文字般若 文字般若就是圣人的一个教法 就是所谓的经典 我们不读它会凭空出来吗 虽然知道自信里面聚足了这些的东西 可是没有外面的环境的一个激发 它有而不能用嘛 所以一个真正高明的人 他要借助别人的智慧 来启发自己的智慧 让自己不去继续受无名的蒙蔽 我们现在不就在做这件工作吗 我们不就是在借着各教圣人的智慧 让我们自己不要再糊里糊涂的 走我们人生的后半途的路 学习的过程 它真的很辛苦 在辛苦的时候甚至还会带来痛苦 尤其年纪越大你会觉得很多地方是身不由己的 以前做七八个小时 不起那个胃是没问题的 现在做一两个小时有没有扭扭腰啊 摆摆臀啊 因为腰伸背痛 这是一个最无情的事情 但是也透过这个无情事实的显像告诉自己 岁月催人老 未来是不会等着我们的 人年纪越大 它也有一个好处 因为你会更经济 因为你知道可以为我所用的时间没那么多了 就不愿意花一些时间在无意义的事情上 当然可能也有人反其道而行啊 像我也认识朋友啊 七十多岁啦 家境也好 时间也多 已经没问题 要去做以前年轻没有机会做的事情 游山玩水啊 吃喝拉撒睡啊 所以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未来定的目标不一样 前面有讲 你认识现在的自己是什么 你就知道过去自己怎么活 你也可以知道你的未来要走向哪一个方向去 所以学习竟然是痛苦的 但是古德也讲一件事情 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 一个是做快乐的猪 一个是做痛苦的人 快乐的猪 没要挖拉 我要快乐过日期啊 那痛苦是要做什么 前面告诉你啊 学习是痛苦的啦 你看这句话写的多漂亮 这是昨天晚上写的 这也是一个觉悟啊 我写了写了 我要做一个快乐的猪 还是要做一个痛苦的人 各位前写 分岔路两种人 都有两只脚 都顶着一个脑袋刮 自己决定要做哪一种 我想大家一定讲 我您做痛苦的人 不做快乐的猪 要不然我坐在这儿做啥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修的 这个智慧的累积 也是靠我们后天努力而成的 有前面的观照般若 有后面经典的一个累积 我们才有后面的 第四点的剥热叫做方便剥热 方便剥热就是后得制 也就是道懂制 我有能力去随机硬化 圆满我普度众生的一个大愿 所以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一个真如 真如像一颗太阳 太阳可以发光发热 你可以决定 他要发什么样的光 有没有觉得冬天的太阳 特别温暖 夏天的太阳 让人觉得炙热难当 同一颗太阳 什么意思 我们在学的过程里面 我们改行性化比性 我们懂得越来越多 我们越会用温柔的心 去包容别人 用对方懂的方法去引导别人 同样在发光 你发的光 是让别人能接受的 带给别人和须的感觉 如果我也在回光环照 如果我也在研究经典 最后我决定用 那种日震当中的太阳 那种光芒去引导别人 那会让人家觉得睁不开眼睛的 这是跟各位前一前 分享一些小小的心得 前两天突然想到 过去念高中念书的时候 特别喜欢读一些 哲学家的一些的名言典句 然后就把它放进来 跟各位分享 我觉得这种浅白的东西 反而能够激发我们的 那种领悟力 所以有了聚会以后 波罗蜜的道彼岸 道彼岸是了凡夫的 六道轮回分担生死 再也不用张家男 李家女的投胎转世 去结那些不必要的姻缘 但是还有一个更高超的境界 你要把我们阿赖爷 所有的无名 虽然他藏在阿赖爷 他没有往外去影响到别人 可是你都要把它扫得干干净净 也就是精神上 你要提升到最高的境界 把变异生死也了掉 那就是成佛了 所以真正的道彼岸 是透过般若的回光返照 我理解了我的本来面目里面 离开了一切的执着 世间的一切万有 有形无形 他其实都来自一个真心 在一念不绝的情况之下 所变现出来的幻象 你把这些所有的幻象一扫而空了 你就看到了自己本来面目 所以阿罗汉之了分段生死 到了地上菩萨 才开始去进行变异生死 其实不应该讲地上 阿罗汉是落在十柱位里面 十行十回向四加行 到登地菩萨都在上 破这个所谓的变异生死 只是破的初跟戏 他正的那个果位有没有 就高低的一个不同 这是跟各位前嫌 分享一些小的观念 那变异生死真正的 完全进化掉是八地 那在我们一般现在凡复地 我们在修行 我们也可以时时刻刻 就我们所明白的道理 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圆满跟幸福 在人生的角色的扮演上 我问心无愧了 我夜半敲门心不惊了 我顶天我立地了 我配做三才之一的人才了 各位前嫌 那个叫做菩萨蜜 那是在你每一天的角色扮演里面 你安然地从死案到达彼岸 死案是烦恼 彼岸是什么 彼岸是幸福 角色这么多 变化无穷 烦恼这么多 我如何在每一天的扮演角色里面 都能够达于圆满 角色这么多 没有离开一个你 烦恼那么多 没有离开一个我值 所以任何角色的扮演 把那个我值放下来 就清楚了 不要要求别人 回过头来要求自己 去体恤别人 不要老是自怜自爱自己 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 工作有多辛苦 我们的配偶 我们的儿女 都是辛苦的人 多一份悲怜之心 就多一份宽容之力 要回过头来看自己 拥有的多少 有多幸福 觉得自己拥有的够多 你才会想跟人家分享 我们人所有的烦恼 就是永远看到了自己 不够的地方 我还缺什么 为什么别人没有提供给我们 所以怨天尤人的情绪 才会不断 所以真正把一个我 给慢慢淡化掉 你哪一个身份 哪一个角色 你会有遗憾的 都不会有啊 我爱我的公婆 像爱我的父母一样 我爱我的先生 像爱我自己一样 你爱别人 像爱你的儿女一样 而且那份爱 因为没有我在里面 他就没有私心偏见 他一定用正确的方法去包装 所以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剥罗蜜 不是要成佛才能够达到 倒在生活 我在生活里面 我做到 离我了 我拥有圆满幸福了 你就是到彼岸 你就在剥罗蜜 所以从一天日以继月的生活的一个运作 到后来 我们成佛 我们正道了 迈向自己的真心了 你回过头来一看 过去所承受的辛苦 没有白费啊 没有因地痛苦的学习 没有因地的克服自己的私欲的煎熬 你何来果地的极乐 无乐之乐都没有 所有的忘心 都不是真正的自己 但凡有一个为自己在想的心 那个都不是你的真心 做好事会不耐烦了 真心里面 没有不耐烦这件事情 承担工作觉得多余了 真心里面 没有多余这个字眼 真心里面所储存的东西 只有正面的 没有负面的 为什么 老话一句 真心无我 人所有负面的东西 都是来自于我的作祟 所以古德才讲 有我罪及生 把我拿掉了 你还有什么不好 所以自信做主 行的一定是利人之善 孔父子才讲 率性之位 道也 做完了你就放 觉得自己做了很多 觉得自己懂了很多 有能有所 他还是忘心 真心无我 那你何来的你呢 无我就没有相对的 为你所拥有受的那个劲 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 如何达于三人体空 也就是在行一切善的时候 当我紧觉得 我今天做了很多好事的时候 把那个我立刻就想 真心无我 做完了就要放 我把那个行的善 念之在之不肯放 所以才会觉得 我今天做了很多 只要习惯 做好事不去想 做错事心不安 我们去思维 九二九十智慧 开启的速度会很快的 所以最后跟各位前前 综合起来讲 真心无我 离能离所 因为离能离所 所以才会 一尘不染 一法不利 清静到极点 而依着这个真心 他有体根用两个区块 体就是我们 将来有机会 会研读到 大圣起信论里面 谈的真儒门 体就是我们现在 会支配我们四肢百坏 去做任何一件事情的 那个真主人 那个叫体 那个也叫做理 那依着这个真儒门 依着这个良心本性 本体 他会什么 他会起无数的一个妙用 用 他会有开始 他会有结束 那个叫做生灭 那我们在一切用里面 如何让自己 趁信起修 不被那个用给束缚 也就是不住那个像 那就是你在 起用的时候 你告诉自己 一切法必进空 无所得 缘起信空 所以在行一切善的时候 做了谁做谁放 这个叫做妙行无助 这个就将生灭门 最后摄用归体 回到真儒门 体跟用是不相而离的 是不会分离的 问题就在于 我们起用的时候 有没有依顺着我们去真儒去做 所以才会讲 你不能说真儒是空 你也不能说真儒不空 你如果说他是空 他就没有生灭的用 你如果说他不空 真儒的体是啥也没有 真儒是没有像的 所以你不能说他有像 但是真儒的用 是有像可看的 所以你不能说他无像 这是把前面跟你解清楚 后面进入到心经的 那个经文的时候 你就容易多了 体是无形无像 对不对 用有没有像 有啊 你们现在坐在那边 听经文法是一个用啊 吃饭的时候又是一个用啊 有没有不同的像出来 所以像是由用而生的 但是用有没有离开体 没有 所以才讲体像用嘛 离开体离开用 再另外另一个像吗 不是的 所以看似有生灭门 有真儒门 实际上回归到后面 还是一个 经 圣人的言叫回天的路 这是浅的解 如果生解 就是我们的真儒自信 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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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多 心经 前简是说 依着圣人的教化 我们通往我们的真心 找到回天的一条路 打本还原 但是 波罗 波罗 密多 心经 他另外一句话是说 这部经 从来不在外面 就在你自己的身上 你所有的修行 是往内的挖掘 藉由外面善知识的力量 熏悉里面 让里面的那一个大善知识 也能起作用 所以金刚经的讲著里面 他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今世圣人之语 教人能够听了以后 从凡入圣 再也没有任何的 无名的一个缠绕 不在迷了 他的这一简经 每一个众生的身上都有 如果读经 却不能够回过头来 看到自己自信身体上面的 那一简经 你就永远是纸上做文章 你要从经书里面 去找到你的真乳 是看不到的 你要透过经书文字 做纸 做工具 来回归到我们的身体 遗址建月嘛 你就知道 所有外面的是助缘 是工具 回归到后面 是照见自己的真如自心 所以你观自在菩萨 要透过这样的外心 起内观 才能够做什么 照见五蕴皆空啊 一切诸佛到最后 他的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从他这个自信剥弱 源源不绝出来的 可是过去三大阿僧 奇结因地的修行 有没有仰仗诸佛如来妙智会的开启 有啊 圆满报身佛为谁示现的 为三贤为为登地的法身大事示现 讲经说法 千百亿化身佛才是为我们这些凡夫啊 为我们这些小圣的修行人所示现的 所以你即便成为法身大事 在没有成佛之前 都还需要大善知识的开导 所以谈到后面这一部经 他隐含了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诸佛的妙智会 第二个就是你我的真如自信 那依着这条路我们去走 每个人都能够明心见性 所以这部经 他是要不断的透过这个经名告诉我们 般若为诸佛之母 如果我们不去开启自己的妙智会 成佛是没有希望的 因为佛在经典里面 很明白的指出来 一切诸佛皆从此般若为神 你要成佛 你一定要去开道种制 去教化别人 你认为道种制从哪里来 从根本制而来 根本制从哪里来 从改习性化名无名而来 所以都没有离开智慧 而我们现在外面的大善知识 就是各教圣的经教 我们舍此不去行 那不是枉费我们去走修行路吗 接着进入到经文 好 观自在菩萨行声波罗蜜多时 照见古运皆空 度一切苦恶 整本心经的关键之所在 经验之所在 就是这一段话 后面只是铺陈而已 这一段话是最重要的 就这一段话 就可以给你讲两个小时 还算是简单的了 但是我不会花那么多时间的啦 一方面我智慧不够 再一方面 一句话谈那么久 你们会没有耐心的 可是当年后学 在开始学经典的时候 你知道我一句话学多久吗 那个讲师给我剖析 光一个天命之畏性 率性之畏道 修道之畏教 15分钟你们就解完了 对不对 甚至还用不到15分钟 多了时间给讲评讲师 尖酸刻薄一下 可是想当年 我光听这一段话 四五个小时 我还记得那个讲师留的资讯 因为他每一句话我都嘲笑 可是也因为他解得那么清楚 我听得很明白 所以以后自己在学讲这个区块 就省事多了 所以学习虽然是痛苦 但是学习所带来的结果 常常会让人十分欢喜的 所以你要耐得起那股的磨练 你才会有那个 那个最后美好的果实可以采摘 来看观自在菩萨 观自在菩萨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大家耳熟有能详的 牵触祈求牵触现的那个观世音菩萨 他也叫做观自在菩萨 那观自在菩萨是怎么来的 因为在唐朝的唐太宗 他叫做李世民 皇帝的名字 坊间的人是不可以叫的 叫做避讳啊 大家天天讲观世音菩萨 就像画那个皇帝名 无礼帽啊 所以你看人真的很嚣张啊 最后有没有 为了要避这个李世民 其中一个字的一个智慧 那个词汇啊 就改称为观音啊 又还有衍生为观自在菩萨 他是这样来的 我就想到 我在帮我女儿取名字的时候 我希望她文房世宝样样皆通 这是我给她取名字的一个重点 后学的婆婆就反对 她说我的名字也有一个文 她怎么可以取文字 我说妈如果每一个字都要避讳我 你的儿子传到后面都没名了 章一章二章三章四啊 你如果感觉没问题 我也没问题 那个祖母下来还得了 对不对 我说不要去计较这个东西啦 而且你用客家话发音 我用国语发音 不会去冲道了 所以我女儿有个小名 也是这样来的 那人家会避讳的 那以前在君主专制啊 所以好在我们应该是从那个君主专制过来 只是我们忘掉了 你看以前的讲究多少 观音菩萨 他是西方三圣里面的补助佛 补助佛就是 当阿弥陀佛他住持极乐世界 他教化众生的时间到了那个叫化元寂闭 所以每一尊佛教化众生的时间 各位前仙有期限的 您去读法华经里面就知道了 每一尊佛他建的那个净土 那个净土他主持多久 他有时间性的 他要教化哪一些人 树木字有多庞大 他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吧 这个几百万年几千万年的事情有没有 什么经里面就已经把他的记载的这么清楚 所以各位前仙要好好努力啊 赶快开发自己的一切种子啊 这个啥事都通了 什么避讳也不怕了 为什么 因为你自然就会避开那些避讳了嘛 所以当阿弥陀佛化元寂闭 他上半月入灭 下半夜的时候 观音菩萨就成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那你想 那以后西方三圣要怎么称呼呢 你管那么多做啥 就像我们 这个弥勒净土 也有弥勒三圣啊 记得就记得 不记得就记得一个弥勒菩萨就好嘛 那这个观音菩萨 他其实是古佛再来 可是当他在释现成佛以后 他有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普光功德三王佛 所以其实我们在礼拜的很多佛里面 他是重复的 你焉知 我们过去办的那么多佛里面 没有耶稣基督的释现 没有穆罕莫德的释现 你焉知 所以你干嘛有那么多分门别派的一个 一个分别心呢 我们只要分别是正教 是正法 我们才去仇 对不对 那至于别人只要是正教正法 我们真的不要去诽谤别人 那邪教你一定要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嘛 免得误己也误人嘛 那观音菩萨的名号的由来 其实跟他在阴地修行 用功的方法也有直接的关联性 那因为这个方法所牵扯的内容很多 或许又想放一些三宝心法在里面 所以要做一个趁格的讲师 只能够提前下课 绝对不要延后 为什么 因为人家看时间到 你还没落台有没有 要不要你说我都没听 我自动阻绝 做讲师要注意 人有这个惯性 你讲十二点 你过了 他就会自动六根关上 你可以提早一两分钟 但是你不要拖个一两分钟 因为那是与大家结二元 所以这一段我们留待 下一次再跟各位前嫌分享 好 吉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